每年都有大量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 而巴西有研究团队最近发现 塑胶的污染比想象中还要严重许多 他们在海胆体内看到大量存在的塑胶围力 而这些海胆却是从公认为干净的海域中采集来的 海边大量堆积的塑胶垃圾 在许多地方已是司空限外 但在向来认为是干净的卡加拉斯群岛 最近巴西研究团队潜水搜集了海胆样本 在其体内发现遍布密密麻麻 数量可观的塑胶围力 让科学家感到震惊 根据非政府组织国际固体废极物协会表示 在中共肺炎疫情流行期间 一次性的塑胶使用量有明显增长 流入海洋中的塑胶废析物会随着时间分解成细小的碎片 这些碎片最终会进入鱼类和其他生物体内 不自觉中也已危害到人类 科学家和业界专家在2020年进行了一项研究预估 明年流入海洋的塑胶量将从1100万吨增加到2900万吨 到2040年将累计为6亿吨 相当于300万头揽金的重量